建議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拿一些小冰塊或冷毛巾 敷在上面 反而他把它鎮定一下 讓他的感覺 不舒服的感覺可以降低 但是還是要就醫 因為我們還是要找出你的原因在哪裡 那如果你可以提早就醫 提早把它壓制下來 它要產生慢性循環者的機會 就比較 機會就沒有那麼高了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你今天到底導致的原因 你能不能去避開 如果你不能避開 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幫你去做一個控制 如果你能避開 你就可以避開下一次發作的一個情形 那如果已經正在發作 我能夠吃什麼來舒緩一下 或者是平常還是只能靠保養 還是只能戒酒交錯 戒酒用奶進去 最好喝醉就保養了 不要喝了 還喝 其實這個確實是一個保養 第一個我們還是強調吃新鮮的食物 因為剛剛其實你會發現 這十幾年的研究發現 很多人就吃加工的東西 吃越多相對可能莫名的那種 成人的蕁麻疹 就會自己發作 以前想說我小時候身體也很好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成人的蕁麻疹跑出來 所以吃新鮮的食物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再來第二個是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很多一窩蜂在家裡做很多東西 的這一群人 雖然說很辛苦啦 但是有幾個東西可能在蕁麻疹的當下 你就不要再做這些東西 例如像自製發酵的東西 比如說有的人很喜歡在家裡做優格啦 那優格是也要以菌養菌 再把它發酵出來 那有些人會自己做果醋 比如說會用一些蔬菜水果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做成發酵的醋 那事實上呢 如果說以中南部的天氣 確實溫度它是比較高一點 那北部它有時候是陰晴不定的 所以你知道台灣的天氣其實很難控制 所以你要控制所謂的在做醋或優格 你要控制它的溫度 控制它的濕度 還有控制它的乾淨 你有沒有真空殺菌之後 其實你種種的因素 當你已經身上在發群麻疹的時候 你不需要再介入更多的一個 就是讓它加乘加重的原因 然後當然提到紓壓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是因為壓力引起的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 就是吃一些紓壓的食物 那最好其實 之前我們有一些病人最好就是 他換工作 換一個老闆 然後他的壓力就減掉 所以發作當下 沒有辦法靠吃什麼來舒緩 其實發作當下就是喝水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的洗澡的溫度 因為每天會洗澡 溫度不要太高 然後不要抹一些 比如說太香的清潔用品 就簡單洗就好 對 其實我們發現 如果你過敏發作的時候 不管是過敏性鼻炎 在發作的時候 多喝一點 溫開水 它可以緩解當時的症狀 對 那如果你有可以包含一些 利尿相關的成分的話 它也可以改善 所以你可以 綠豆 茶葉 類似利尿的相關的都可以 那是冰呢 然後冰不大好 冰不大好 冰不大 剛才有講溫度太大 就不大好了 好好聊吧 郭柴老師 如果容易有這個 群麻疹的朋友 他到底可以喝一些 什麼樣的東西來預防 我會用像牛磅 然後會苦瓜 因為牛磅對血液 有一個清血的作用在 然後它有補血的效果 又可以讓你 就是不苦一點的苦 會讓你的精神 又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又加乾草 好甜喔 因為我們用乾草水 因為乾草水 它就是一個解毒的效果 我們身上 你莫名其妙 吃了太多 就是不該吃的東西的時候 靠著乾草 靠著苦瓜 苦瓜牛棒 是 乾草 然後還有就是紅糖 好的紅糖 就把它煮從水 煮一壺當水喝 好回甘 老師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不敢吃苦瓜 我還可以用什麼 綠豆水可以嗎 綠豆水也可以 但是綠豆水 跟苦瓜來講 它們兩個都比較偏涼的 如果說你吃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說 你會有拉肚子的現象 你可以加一點點紅棗下去 因為紅棗 對這些皮膚病的一些方面來講 也有很好的保養作用 來 接下來 還有一些壞習慣的 這個羞羞病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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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些習慣包括你 愛喝水 長時間久坐或久躺 另外習慣三是 愛吃刺激性的辛辣食物 有耶 都是耶 幾乎都是這樣 有重的 來 印證一下 一定有 我是第二個 因為衣衫我都沒有 我是呢 能躺就不要坐 能坐就不要坐 對啊 握手握手 你看這個沙發 如果可以我就這樣 對 只要是放假呢 我在家裡就是 躺在床鋪上 做任何的事情 早上起來就是吃早餐 然後在床鋪上 然後在床鋪上 打電腦啊 上網啊幹嘛的 然後有時候我媽媽說 欸 你不可以這樣 我都會說 出去 然後連出去都懶得講 好像舉牌子 就舉紅牌 先給黃牌 然後他再寄來一次說 我跟你講你不要這樣子 再給紅牌 都是這樣 像吃辣 我很愛吃辣 而且我也很能吃辣 像我前幾天 跟黃鐙輝他們 去吃一個那個 他們就是 麻辣鍋 北海道湯咖哩 那個一定要辣啊 然後他的辣度 有1到9 10到20 然後21到40 哇 這麼大 他們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老闆 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可以吃到 40度的辣 是不用錢的 40度 我要叫小天天去挑戰 你吃到幾度 40度 沒有啊 因為老闆就說 不是老闆就說 欸 你要不要挑戰一下40度 因為他的40度有包含了非常多種焦 包含鬼焦 然後很多種焦 然後他就叫黃鐙輝去沾 然後黃鐙輝只是湯匙的 一點點去放下去 他只是點在他舌頭而已 他立馬喊冰塊 然後喊了不知道幾百顆 然後講話大喝頭流口 有時候嘴唇會長起來 然後我大概有 哇 然後我一滴睡 就聽說你昨天出月嘛 你看我瘦成這樣 不是因為我狂挖啊 沒有就完全就是 我也覺得還好 就額頭就冒就是熱而已 就熱而已 我住月子的時候不能吃辣 我是拿那個 我很喜歡吃的那個辣椒 然後帶去月子中心 然後邊聞那個辣椒 然後邊吃月餐 愛成這樣 對 這個你喜歡吃辣的人 你沒有一點辣 你會覺得吃不吃辣 真的不好吃 吃不吃 好 所以呢 這三種習慣 我們要小心的是 小心的羞羞病就是 對啊 這是什麼 痣窗 哇 對 我們剛剛都是開玩笑的 對 真的 我們沒有痣窗 妳好意思去看醫生嗎 我們很愛開窗 我們很愛開窗 我們沒有痔窗 我們沒有痔窗 陳醫師為什麼這些習慣造成痔 的確在我們肛門附近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 那個回流的一個血管系統 這個回流的這些血管呢 它如果骨髒起來 我們叫做它痔窗 也就是說它跟我們的血液型 那個循環有息息相關 所以你下肢循環不好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誘發痔窗發作 所以往往你有痔窗的人的時候 我們醫師都會叫你 等一下 我說什麼 我說沒有 我動一下 痔窗的圖表 妳穿戴齊眼鏡是因為妳有痔窗 沒有 妳可以帶回家 不是 我只是想要看 我總不能打開 我就給醫生講說 我們幫妳判斷 我們大家都很小心 怎麼會有痔窗 講到混了字或者外字 先讓大家講一下 內置的話是從這一條線以上 我們叫內置 內置不會痛 這一條線以下是外置 對 所以上廁所會流血是內置還是外置 內置外置兩個都會出血 因為它是血管鼓障的問題 對 痔窗很大的成因就是因為便秘導致的 對 所以很多人他水喝太少 他變太硬 上不出來 我就懷孕那時候不愛喝水 又長期時間久做久 又吃辛辣 然後又燥 那時候又夏天 對 然後又燥熱 然後又便秘 就這樣 便秘會出現 那我們剛剛講到那個辛辣食物 在嘴巴如果吃的時候會腫脹 那妳有些人吃辣的時候會一直 上廁所或跑去拉 然後拉了整個肛門口都很辣很不舒服 那個地方也會出現所謂的刺激之後的 一個骨障 那個骨障也會導致所謂的刺激 痴窗這個部分的一個腫障 那我們最怕最怕的也就是這個痴窗 大到它會掉出肛門口 卡住推不回去 那是很嚴重的 那個就是嚴重的 到這種程度就是 一定要手術 可是我一直以為痴窗 倒不是不看醫生是不是說害羞 我一直以為痴窗是很小的病 就想說不需要跑一趟 表示還不夠嚴重 自從軟膏 自從軟膏 你是哪裡買的 我那個朋友我要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我那個朋友 他說有的軟膏有很多種嗎 就是有塞進去的跟外插的 那外插的話就會有點涼涼的 因為他曾經有過就是太痛了 然後那個姿勢呢 因為他是外姿 所以他走路姿勢 你怎麼講我都覺得是你 所以他走路姿勢 好貼切 他朋友好姐妹吧 等妹同學啦 然後他在走路的時候就怪怪 怪到就有旁邊人講說 你是長痔瘡嗎 你走路整個就是怪怪的 然後他有一次呢 坐計程車 然後他就是打開 因為要上車有點慢 因為他要慢慢的坐 不能很快的坐下去 會痛嗎 坐下去 我要打算問他 好聰明喔 聰明 然後那個計程車司機就跟我說 你好手好腳的 你為什麼不趕快上車 後面很多人都堵住了 因為他就真的很慢 就不舒服 然後而且他就說 自從生了小孩之後 他就慣性的 在同一個部位 然後就是會 重複出現 對 一直重複出現 OK 所以擦軟膏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我們到底是哪一種痔瘡